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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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歡迎 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歡迎 小楊哥 是 你知道我們家小儀有多麻煩嗎 怎麼了 上禮拜去參加人家的婚禮 都已經要開席了 還在前半個小時待在更衣室 不出門就是不出門 她已經對妳很好了 妳這個話是 又不是她結婚 她穿那麼帥幹嘛 要跟新郎比是不是 都這麼多年了 妳還不懂意思嗎 什麼意思 她不是不想跟你去 所以咧 但是 今天我們要聊了就是說 去參加人家婚禮上面 真的有很多千奇百怪的事情 而且我跟你講婚禮永遠講不完 因為每一個婚禮都會發生一件 新的事情 是不是 狀況永遠都不同 所以今天我們請到了 大部分的來賓都是結婚已經有經驗的人 對,而且我跟你講 就是我怎麼說 對,因為我們前兩次講結婚的時候 是 你還沒結婚 對 這一次你結婚了 對 並且 你老婆是婚故 對 你一定聽過上千上百種 不一樣的婚禮的事情 太多了 我跟你講,今天應該請她來講 她一個人就可以當轉方來用 可以啊,來啊,來 打電話快一點 我等她 不管我晚上會水腫都多麼嚴重 我都等她 會 她會來的,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呢 石黛希,我等你 好 二十分鐘後我要看見你 好 要聊婚禮嘛,對不對 我們就請到了三位 在婚禮上面穿得最得宜的 好不好 她穿得就是最漂亮、最美的 歡迎我們的女人團 來 大家好 我就是真的常常被炸 我真的去過婚禮很多 而且我又到了試婚年齡了 所以我的朋友幾乎 這陣子就是猛炸 因為大家都結婚了 怎麼樣炸都沒有被他炸得厲害 所以趕快炸她 太假了 太假了 什麼 我結婚太早了 再辦一次 不是 滿月酒也可以一樣嗎 不是 真的 我覺得我那時候真的是瘋了 人媒道包一萬塊 怎麼這麼大方 我幫我爸爸包的 這是演藝圈的地位 真的 民主、民主一般都包這麼多嗎 沒有 人媒道也是一萬 他... 要到的地位那時候 非常崇高的人 所以應該這樣 可能是幫他包的 好大方哦 當然也要來歡迎呢 爸爸會給你錢嗎 爸爸會給我錢 馬上來歡迎我們去結婚現場 禮金都有 等一下慢慢來問他們 好不好 我們的聯合國喜男 來歡迎喜男們 對 參加婚禮總是開開心心 可是總會遇到奇怪的狀況 讓人對婚禮又愛又怕 像凱傑就曾親眼目睹 精心酬化的婚禮 被調皮的小孩破壞 而阿里更是遇過婚禮怪客 跑來白吃白喝 到底喜男們 還看過哪些婚禮怪像呢 請看今天的二分之一搶 在國外參加婚禮 他們是送禮物 不是包禮金的吧 是嗎 對不對 我們其實是送禮物比較多吧 你來台灣有改變嗎 有改變啊 我開始送紅包 來,在台灣參加婚禮 誰要你的禮物呢 不要 因為我們台灣都是要包貨幣的 貨幣哦 不能 不能 因為你的卡也是 你有參加過哪一個婚禮 是有刷卡機在現場的嗎 沒有啦 要手續費耶 沒有啦 那所有的行男們 都有參加過要包紅包的婚禮嗎 都有 到台灣之後都入境隨俗 是不是 我上次有參加一個婚禮 然後我就... 因為那個婚禮是我的朋友的婚禮 然後我要包紅包啊 可是那個時候沒有很多錢 然後他說我包一千好了啦 可是你放一千 它不會紅 它不會紅 然後我就換十個一百 一百 一百 我換個回答 看起來很多錢了 一波本火 好厚哦 好重量 一個外國人居然到台灣之後 改變這麼多 到一拉開 對啊 十張一百 那數環包那個信用 閃一打開還這麼多要數這樣子 順便插 對 講到數錢都開心 但是有些人參加婚禮是會碰到 不開心的事情對不對 我們還沒去參加就不開心了 怎樣 因為我們剛出道的時候 我跟姐姐拍過一檔戲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 我記得好像是某工作人員 然後那個工作人員他就是 來兩個月他就離職了 還沒得到我們殺青就離職了 但是離職之前就跟大家說 大家歡迎夏宵 來參加我的婚禮 每個人上至導演 下至就是燈光師、助理、妝髮助理 全部發 全炸 然後我記得 我那個時候一集才五千塊 然後抽掉六、四分以後 我要自己買衣服嗎 完全是倒貼的 然後他那個時候還炸我 然後我想說怎麼辦呢 在這邊真的要跟所有人說 演藝人員賺錢真的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不要再以為大家光鮮亮麗賺很多 對啊 可是有人就可以包一萬塊 真是厲害 就是他擋 就是他擋 我沒有想到 自自為這個位置 就這麼好虛錢 對 沒有,那麼有錢 你包一萬 然後別人就會想說 那小人哥包一萬 你們一人不是都應該要包多少 對啊,真凶到地的人 應該都很有錢 這樣以後我們怎麼包八百呢 太過分了 可以包八百啊,現在 我的婚禮有人包六百耶 真的有 真的有 還帶朋友 是 我的婚禮有人包六百 我的婚禮就有人包一千的 也是帶朋友 真的還假的 帶朋友算還打包隔壁桌的東西 這桌吃完沒都是包別人 雞湯帶回家 全部帶著啊 對,我還有遇過一個事情 很誇張的 怎樣 我以前當製作人的時候很誇張 有一個資深藝人 非常資深 然後他 對 然後我 我之前真的跟他不認識 因為他是戲劇掛的 不是我們常來上綜藝節目的 這些好朋友 不是 他來了以後 他第二次結婚 然後他來 他也不認識我 他看到我 他說 製作人你好 某某哥你好 你好 結果錄完了以後 他就拿一張空白的錫帖 然後上面 他也不知道我是誰 姓什麼都不知道 他直接在空白錫帖上面寫 製作人 然後就拿給我說 幾月幾號你一定會來 什麼這樣 這樣子 這個我都有遇過 我們比較想知道你後來 到底包多少 我後來根本沒去 我說那時候在 我那時候結婚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 也是一個朋友 他就是直接在我的婚禮 然後就說 我也快結婚了 而且他還是第二次結婚 還預告大家 然後跟大家講 我什麼時候會結婚這樣子 在你的婚禮上發喜帖的意思 對 就薛之鎮啊 薛哥結兩次婚 是啊 然後他要第二次說 在我婚禮上講的時候 我跟晨晨都跟他講說 第二次你以為我們會包嗎 那後來到底有沒有包 當然有啦 我們沒有臉皮那麼厚 而且你知道他多可愛 他來我的婚禮 他結婚的時候我包八千八 他來我的婚禮包三千六 然後帶女朋友 然後呢 他上台有主持 他在跟我要兩千的紅包 好賺哦 靠這個發財 希望他沒有看這集 幫你逼逼掉 但是接下來 我希望我在講這個 有在看這一集 所以你剛剛講是婚禮主持人 我最討厭這種人 你知道嗎 他也是在我的婚禮上 他沒有在主持婚禮 他在跟那個婚顧眉來眼去 你知道嗎 沒錯 是想要說老婆嗎 是梁太嗎 正好就是在現場有一個人 擔任我的婚禮主持人 我跟妳講 不好好主持婚禮 對 然後跟婚禮顧問眉來眼去就算了 婚禮主持到一半了 主持到一半了 對 他突然靠近我 然後我以為他有什麼重要事跟我講 他就說 我們要結婚的 我們要結婚的跟我講這個 真的 對啊 婚禮直到 你後面記錯了 後面是陳德烈講的 不是 你確定你沒有講嗎 你可以講 你老婆腿不正嗎 是很正嗎 他當下就跟我講 然後我想說算了 好 可能要跟他有點感覺 可是我在忙我自己的婚禮的事情 他就是主持人 婚禮結束 爵士樂團 在play music的時候 我過去跟他謝神 禮貌性 小楊哥謝謝你當我主持人 謝謝你 我還沒講 手才伸出他馬上說 Jacko 不要這樣子 謝謝你 你讓我找到我的真愛了